八十八岁乾隆宠幸十三岁的妃子,世锦当晚,锦妃看着老太龙中的乾隆沉默,要说起乾隆皇帝的后宫,那是三千加厉,故事多多,而在乾隆八十八岁那年更是宠幸了一个十三岁的妃子,只是世锦当晚,十三岁的妃子害怕得不得了,看着老太龙中的乾隆更是十分恐惧,可是为啥到了这把年纪,乾隆还想那心妃呢? 欢迎收看本宫八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,守康宫以前那可是紫禁城里最热闹的地界,太后太妃们吃香喝辣,日子过得舒坦,可对在守康宫里头待了大半辈子的禁妃傅茶室来说,这地儿跟金丝龙也没啥区别,硬生生把他困到老,想想也是,这位傅茶室熬到道光年间才闭眼,活了那么久,也够苦的,你说他一个女人家, 从年轻轻就被送进宫,到最后也没活出个啥滋味,真是造孽啊,更别说他这辈子经历了康熙,雍正,乾隆,嘉庆,道光武朝,也算是大清朝的活化石了,到头来还被道光帝封了个皇祖晋妃,成了大清朝辈分最高的女人,可这有啥用呢? 还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寿康宫里头熬日子,说起来,这位金妃年轻那会儿也是个水灵灵的姑娘,谁成想会摊上这么一处,要是放到现在,怎么这也得是自由恋爱,找个年龄相当的,生个娃,一家子热热闹闹的,那才叫生活,可他还没想几年服,就被迫穿上华服,被太监们用被子一火,抬进了乾隆的寝宫, 稀里糊涂的,就开始了自己的妃子生活,这是咋回事呢?嘉庆二年宫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选秀,为年轻的嘉庆皇帝挑选后宫嘉丽,在一个个精心打扮的秀女中,一位容貌清秀的少女,吸引了嘉庆帝的目光,这位少女,就是来自满洲乡黄旗的沙继妇茶室,年仅十三岁,是清出重臣米斯汉的玄孙女,仔细端详,她的眉眼之间,竟与乾隆皇帝的至爱, 孝贤纯皇后妇茶室有几分相似,翻开妇茶室的简历,嘉庆帝更是心中一动,原来她竟是妇茶皇后的堂职孙女,想到这里,一个念头涌上心头,如果将这位与孝贤皇后容貌相似的女子送给太上皇,岂不是一件极好的礼物? 那个时候乾隆皇帝虽然已经善位,但仍然掌握着朝政大权,嘉庆帝这个皇帝当得并不舒坦,为了讨好太上皇, 稳固自己的地位,嘉庆帝可谓煞费苦心,而将这位酷似孝贤皇后的妇茶室送给太上皇,绝对是一个绝佳的选择,就这样年仅13岁的妇茶室,还来不及憧憬自己成为嘉庆帝妃子的美好未来,便被送入了太上皇乾隆的寝宫寿康宫,而等待她的是怎样的一种命运,谁又能预料得到呢? 当时的傅茶室自然无法理解嘉庆帝的良苦用心,更无法理解自己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位老人,88岁的乾隆,早已过了爱江山更爱美人的年纪,不过这位传奇帝王的一生,心里始终有一个女人,就是她的结发妻子,孝贤纯皇后傅茶室。 乾隆和傅茶室之间的爱情是清代一段著名的佳话,傅茶室是大家闺秀,性格温和,很受乾隆喜爱,她先后为乾隆生下良子良女,却不幸接连夭折,这给傅茶室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 也让乾隆帝心疼不已,为了让爱妻散心,乾隆帝带着傅茶室多次难寻,但是命运弄人,在一次东巡途中,傅茶室不幸病逝,年仅37岁,爱妻的离世,让乾隆帝悲痛欲绝,可以说在乾隆帝的心中,傅茶室早已不仅仅是她的皇后,更是她心中的白月光,是她一生都无法忘怀的指爱。 嘉庆帝把与傅茶皇后容貌相似的沙戟傅茶室送到乾隆身边,无疑是触动了乾隆心中最柔软的部分,只是这份礼物对于年仅13岁的傅茶室来说,究竟是幸运。 还是不幸呢,被送入寿康宫的当晚,傅茶室内心充满了恐惧,工人们为她沐浴更衣,梳妆打扮,而她更像一只待宰的羔羊,只能任人摆布,红烛摇曳,88岁的乾隆躺在床上,13岁的傅茶室被送了进来。 侍寝当晚,她看着老太隆中的乾隆,心里又怕又难受,她害怕的闭上眼睛,不敢去看眼前这位传说中的太上皇。 一夜过后,傅茶室成了最受宠的女人,但是红日子没过多久,乾隆89岁那年驾崩了,留下了一堆后妃,其中就包括了年仅14岁的傅茶室。 才刚过完14岁生日没多久,就成了寡妇,这以后的日子可咋过,其实傅茶室也真是命苦,稀里糊涂的就进了宫,还没过几天好日子呢,乾隆就没了,她心里想必也不好受,毕竟哪个年轻姑娘不想找个年龄相当的如意郎君,甜甜蜜蜜的过日子,生一堆娃,享受天伦之乐,可她呢,进了宫门,还成了乾隆的妃子,这一辈子也算是完了。 就这样,傅茶室和一群老姐妹在寿康宫里头相依为命,日子一天天过去,那些老妃一个个都去世了,到最后整个寿康宫出了宫女,就剩下她一个了,孤零零的,也怪可怜的,不过好在后来的道光皇帝还算厚道,念着她不容易,给她封了个皇祖晋妃,这辈分在当时的大清朝,那可是顶了天的,可这又能怎么样呢?三年后,傅茶室也病死了。 结束了她这悲剧的一生,想想也是让人唏嘘,傅茶室打小就被命运推着走,进了皇宫,就好像掉进了冰窟了,一辈子都没感受到什么温暖。 从年轻时的满头青丝,到最后两边斑白,她就像个局外人,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困在宫里,挣扎了大半辈子,最终还是逃不过命运的安排。 这可不就是活生生的悲剧吗?在古代封建社会,尤其是在皇宫里,权力和年龄似乎从未妨碍帝王独宠年轻美貌的女子,乾隆皇帝,清朝的第六位皇帝,以其长寿和众多成就为人所致。 然而,即便在八十八岁高龄时,她依然宠幸了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妃子,这一晚在后宫中引发了无尽的哀愁与沉默。 当晚,年轻的晋妃被引入寝宫,她怯生生的望着眼前这位老太隆中的皇帝,心中充满了恐惧和迷茫,乾隆慢慢向她靠近,晋妃的身体不禁蜷缩起来,眼泪止不住的滚落,那一刻她仿佛意识到了自己命运的悲惨。 而这位乾隆皇帝,他的一生有多少辉煌和荣耀,却也有多少无法言说的孤独与哀愁,乾隆是清朝时期的第六位皇帝,也是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皇帝之一。 他的父亲雍正皇帝,被誉为圣贤之君,一生为大清朝操劳过度,身心疲惫,年仅五十五岁便早逝,雍正的世事使得年轻的弘历,乾隆继承了皇位,成为大清的统治者,自有秦学好问的弘历,不仅才华横溢,还继承了满族人的公马贤熟,凭借自身的德才兼备, 他开创了康乾盛世,使得大清达到顶上,然而即便是拥有皇权至高无上的乾隆,也无法避免生命的老去和岁月的惩罚,乾隆的后宫,虽然家里三千,但他最宠爱的无疑是傅察皇后,傅察皇后是乾隆的嫡妻。 从小受到良好教育,温婉贤淑,石大体,顾大菊,乾隆对傅察皇后的爱是深厚而真挚的,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喜怒哀乐,然而,这段皇帝与皇后的深情中,也充满了无尽的悲伤,在傅察皇后接连失去两个孩子后,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极大的打击,乾隆为了减轻他的痛苦,待他东巡,但东巡的颠簸和艰辛, 却使得傅察皇后的身体每况愈下,最终在途中病逝,傅察皇后的离世,使得乾隆的性情大变,他为了纪念他,将他居住过的长春宫保持了整整四十年之久。 在乾隆晚年的时候,他选择将皇位善让给自己的儿子嘉庆,但实际权力仍握在自己手中,嘉庆为了讨好乾隆,举办了宫中选秀,一位年轻的十三岁少女进入了乾隆的事业, 她是傅察室的侄孙女,这一身份让乾隆不禁回忆起她与傅察皇后的那些时光,这个少女的命运,也因此与乾隆紧紧相连, 近妃被指派沐浴更衣后,按照宫中的规矩,被裹在被子里抬进了乾隆的寝宫,在那个寒冷的夜晚,她的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恐慌,当她躺在榻上,等待着她从未见过面帝皇帝时,心跳如骨,呼吸变得急促, 当乾隆缓慢地走近,她渐渐睁开双眼,却看到一位年迈的老人,满脸的沟壑,花白的头发,沟楼的身躯以及苍老的双眼, 这位曾经威名赫赫的皇帝,如今只剩下苍老的身体和无尽的孤寂,锦飞的泪水不禁再度落下,她无法反抗,只能默默忍受这命运的安排, 这一晚,锦飞的泪水见证了她生命中最无助的时刻,也见证了乾隆最后的帝王时光, 次年,乾隆逝世,留下这位年轻的锦飞独自面对未来的岁月,她被册封为锦飞, 但这并未改变她命运的无常,十四岁的她便要面对守寡的命运,曾经的宠爱如浮云般随风飘散。